文字幕志愿者 engineered by ET 首先让大家说一声 今天会用普通话来做演讲的人 陈志教授 冯国培主席 郑基雄教授 学海苏楼的各位董事 各位亲临现场的朋友 线上面的朋友 你们好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这个古典精勤的国学讲座 就还有几次就要结束了 能够在今天天气不算好的晚上 来了这样多的热心传统中国文化的朋友 在这边特别感谢你们关联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诗经 诗经中恒团 我们请到的演讲的教授是当今 大概专门研究诗经 不但是在香港 在这个大中华的地区 还有全世界大概都是数一数二的有名的学者 陈志教授 陈志教授科班出身 在北大毕业以后 在南京大学研究院 然后到美国威斯库星大学拿到博士 中国文化各方面都有非常深的教语 然后他在美国也教过书 然后就回来在香港晋慧大学做中文系的教授 现在是蒋祝教授了 他也是晋慧大学朗中仪国学院的院长 最近应该就到了这个晋大与这个北师大联合 办成的那个国际学院里面做这个机型副院长 实际上就是专门管理这个UIC 就两个大学合办的那个国际学院的那个负责人 他工作虽然忙碌 行政机位又多 但是不忘记这个初心对学术研究的兴趣 非常非常就热心的 他自理的 他专门研究的范围主要是古典 特别在中国古代的文字学 文学 历史 哲学 各方面他都有非常深厚的研究 也有一系列的著作 那要我今天如果把它每一个范围都介绍了 可能就用完他演讲的时间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做这样详细的介绍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欢迎陈志教授 好不好 非常非常感谢梁云生院长 梁教授是我们学界的前辈 也是我的师长辈 梁教授这样推许让我非常惭愧 愧不敢当 在座也有很多方家学者 很多友好都在座 像那个冯主席啊 还有这个郑吉雄教授啊 还有那个韩子齐教授 这都是学术方面的这个大家 所以我更愧不敢当 那今天呢 我还有一个就觉得很抱歉的 我的广东话讲的太差 所以不敢用广东话跟大家来讲这个 讲这个诗经这个题目 那么所以我就用国语给大家讲 谢谢 下面我要分享一下屏幕 分享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题目就是这个 实际上是郑吉雄教授给我 实际纵横谈 纵横谈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稍微有一些宽容啊 就是让我弹什么都行 就是纵的横的都可以 当然诗经是一个博大仅深的一个著作 如果是方方面面都谈到 那是不太可能的 这么一个演讲 那我只能挑我自己读书啊 有一些心得的地方啊 就是看书啊做研究 那么有些心得的地方来谈 也可以说是诗经纵横谈 因为它纵的也有横的也有啊 那么 先生们我们就跟大家讲一讲 首先啊我们说 有一些问题啊 我们可能以前大家都熟知了一些问题 那熟知它未必就完整 就准确 比如说有一个很老的问题 就是说诗经的国风部分 到底是不是民歌的问题 我们一说诗经 大家肯定想到 那肯定是最古老的民歌了 这是想当然的想法 但实际上呢 我是在这儿是提出不同观点的 不认为诗经是最古老的民歌 至少大部分不是最古老的民歌 我们先说啊 到底是民歌还是贵族作品 我们先说啊 诗经是四言诗了 我们叫这个 英文我们叫叫Tetra syllabic Tetra syllabic 实际上我们是中国最古老的诗体 从二十世纪早期开始 也就一九零几年 到一九一几年 到一九三几年 那个时候啊 那么知识界啊 知识分子一般的学界都认为啊 诗经的国风部分 都是民歌 大部分 而且诗歌呢 最早的诗歌 四言诗体的诗呢 也是起源于民间的歌谣 也是从民间的歌谣来的 这不光是中国如此啊 在西方啊 在其他的国度 比如日本 日本的汉学家 研究中国诗经的 大多数学者也认为诗经是民歌 国风部分啊 我说的是 汉学界 西方汉学界呢 也是认为主体啊 主流的学者都认为 早期诗歌 是源于歌谣 中国早期诗歌 那国风呢 是出自 诗经的国风部分 是出自民歌 这都是大家的 比较认同的看法 但是诗歌的起源 到底是不是 一定是民间的歌谣 是不是民间歌谣 是最早的诗歌起源呢 而四言诗体 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而国风的性质 是民歌 还是贵族作品 这些问题啊 实际上还是有重新 看的必要 特别是我们现在啊 我们知道考古发现啊 这些年 因为我们 呃 内地大陆啊 就是建设啊 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那我们叫地不爱宝啊 然后那个 在建设过程中 就不断的有新的出土的东西 包括物质材料 还包括一些这个文字啊 文字资料也出土很多 这些年 实际上 这么多考古与古文字的资料 出来以后 我们面对这一千古未解的 这个问题啊 文学和经学问题 或许有一个更清晰一点的图像 啊 我们去看一看啊 先检讨一下啊 这明歌说是怎么来的啊 要追踪起来 明歌说实际上很早就了 就是从那个 《诗经》 刚刚开始出现 没多久 没有多久啊 我们说 在早期的文献里面 比如说 《礼记》 我们一般认为是战国到汉代的文献 就他的《礼记》这本书啊 成书大概是在战国时期 或者汉代 也就是在公元前四世纪到二世纪 这样一世纪二世纪 这个这段时间 那么《礼记》里面就曾经提到啊 王志篇说 岁二月东巡寿至于戴宗 柴而望死山川 柴是一种祭祀啊 就是祭山川的一种祭祀 然后敬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 命大师陈师以观明风 然后大师啊 大师实际上是说这个月观啊 当大师陈师以观明风 命世纳古以观明之所好物 就是这里面就提到了 就是说大师陈师以观明风 用诗来考察明风 然后另外呢 汉代这个西汉和东汉之际 有一个学者就是刘新 大家都知道啊 刘新是一个宝学之士 在当时啊 就是他父亲一样啊 刘相刘新父子 然后他在给杨雄 给杨雄也是个大学者啊 给他杨雄 杨紫云的一封信里面 他说到 招问三代 周晴玄车使者啊 学车使者就是因为周晴的时候 有一些古人叫做行人啊 这个指官 行人呢 就到各个地方去考察啊 调查各诸侯邦国啊 了解一些各个地方的情况 然后再回复到中央啊 这么一种官啊 那坐的那个车呢 叫游玄啊 就是游玄车啊 那个游玄呢 就是所以也叫玄车啊 他就说周晴玄车使者 游人使者 这个行人也叫游人啊 游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啊 岁八月每年八月去巡寿 去考察啊 然后求黛宇童谣歌戏 欲得去罪目啊 就拿到他那些篇目啊 因从事好龙求之有日啊 片中但有其目 无见闻者啊 我讲到了这个 确实在这个周晴的时候 他有这种玄车使者 玄车使者 他其中一个职能就是 把搜集各个地方的民谣啊 歌谣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 那么那个就是 这个明歌说呢 往往啊 说这个诗经是明歌呢 早期的诗歌是明歌呢 往往是隐这些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面 司马迁我们叫大理事学家啊 他说 十三百篇 大抵为圣贤发愤之所作也 他呢 是唱反调的 他说十三百篇 大抵为圣贤发愤之所作也 他不认为是明歌啊 这是反对明歌的说的啊 所以从古啊 从很早就汉代的时候 就有一正一反啊 有的说是明歌 有的说不是明歌 我们再看看 但是到宋代呢 有些学者 宋代 因为宋代我们是一种 有一种风气啊 叫遗古 遗古的风气 就是怀疑古人的说法 就怀疑经典的里面 传统的这种著书啊 这种说法 为什么宋代会有遗古呢 实际上跟他教育制度有关系 也有关系 宋人喜欢 他考试的时候 他要考经义 经典的这个疑啊 疑问的这个疑 经义就是经典的这个意涵 它的内容 那自然就说 学者他会疑经 他会考察这个经典的传统的说法 那些著书到底对还是不对 会疑问 所以宋代实际上出了一批 学者他会传统的说法 会提出一些挑战 那么比较著名的郑乔 郑乔呢 他在也实际上 他也是主张 诗经是民歌的 风者出于风土 大概小夫建立 妇人女子之人 他说诗经是国风啊 那么 还有一个就是朱熹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大学问家 朱熹呢 他说凡诗之所谓风者 多处于理相歌谣之所 所谓男女相拥各言其情者也 然后又说 诗经国风是国者诸侯所风之欲 而风者民俗歌谣之师也 所以他很明确的说 是民俗歌谣之师 当然他还在不同地方说啊 比如说在这个诗 他说诗有诗 当时朝廷作者雅宋是也 若国风来采诗者采之民间 以见四方 或者以献四方民情之北物 二难亦采名言而批乐章也 就说这个诗经里面国风部分 还有二难部分 最初的两部分 二难部分 都是这个采名言而批乐章 从民间的出来的 类似的说法 到了民国初期 民国时期 就是说民歌说 这个就开始大行其事 就是很多人都推崇 这个民歌说 当然这里面有个思想的背景 它不是简单的 这个知识的问题 不是纯粹的知识的问题 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 它有大的思想背景 什么样思想背景呢 一般这时候 我都会问 给学生上课的时候 我都会问同学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 有没有兴趣 回答一下问题 你看是什么样的思想的问题 思想背景 大家有没有兴趣 实际上 实际上它是 在二十世纪初 它实际上有一种风气 就是说我们叫做 Planetarism 就是说普罗大众主义 开始兴起 这Planetarism 当然是西方引进来的 普罗大众主义兴起 实际上在民国初期 就是说上个世纪初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 尤其在知识界 可以说是风卷知识界 席卷知识界 比如说那时候 大家都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还没明白社会主义到底怎么回事 但都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包括梁启超 什么梁树民 什么杨渡什么这些 包括张申甫 都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 都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但实际上它暗含一个 当时就是说有一种 就是受西方思潮的影响 它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它对这个社会的 比如说阶级 不公 不平等 它是一种反弹 那种反弹在知识界 实际上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造成一个 就是说对下层 对低层的 下层的社会的人群 一种普遍的同情和关注 那么 实际上 明歌说呢 在当时大行其事 实际上明歌说 跟这个思想背景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 所以二十世纪上半叶 这个宋代这个郑桥 朱熹 他们对诗经的明歌说解释 实际上也是被广泛接受的 比如说三四十年代一些代表人物 这是语言学家 魏建功 还有文学史家 文艺多 这都是著名的这个诗经 对诗经研究是很有贡献的 特别是文艺多 他对这个诗经有很多字集 特别的解释 而且很有创意 非常有创意 我在这不一一介绍 但是他们对 当然都是明歌说的信奉者 都是这个国锋的 是起源于明歌的信奉者 这位学界广为认同 再有一个重要人物 鲁迅 但是鲁迅呢 他不是专门研究 先情的文学古典经典的 但是他是影响最大的 因为他的一句话 后来就是被奉为经典 他的话 在一九四十年代以后 他都被奉为经典 比如说他讲到这个诗 他说文学的存在条件 首先要会写字 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 当然不会有文学家了 然而作家却有的 他说你们不要太早笑我 我还有话说 我想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 就有了创作 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 可惜没有人记下 也没法子记下 我们祖先的原始人 原始连话也不会说的 为了共同劳作 必须发表意见 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 假如那时候大家抬木桶 必须都觉得吃力了 却想不到发表 其中一个就叫到 航游航游 那么这就是创作 大家也要佩服 这就等于出版 那用什么记号留下来 那就是文学 他当然就是作家 那么这就是航游航游派 他说这个是文学的创 航游航游派 然后你们不要笑 这些作品又是很 但古人不及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 这正是奇异 就是周朝的什么 观观居丘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这诗经里面第一篇 欢居 大家都知道 他是诗经里头一篇 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 然后他说 但是假如你现在有个新世人 用这种意思来写一首白话诗 那人家肯定给扔掉了 说是什么东西 说漂亮好小姐 是校业好一对 都是什么话 就是鲁迅当然是调侃的口吻 他写这段话 但是他里面暗含的 他提出了一些说法 实际上一个是说 早期的诗歌 起源于什么 起源于夯优夯优派 起源于劳动耗子 这是一个重要思想 那还有一个他说的什么呢 说的是诗经 就是早期的民歌 就是最早的诗歌 起源于劳动耗子的这些诗歌 所以他实际上暗含了这两个思想在这里面 而这两个思想 对当代 现当代的中国古典学研究影响很深远 特别对诗经的研究 所以大家都信奉他的说法 但是不客气的说实在的说 鲁迅他并没有做 在这个问题他没有做深入研究 他是写杂文 写杂文当然他就是信口都没说 但他自己我估计也没想到 后来人都把他奉作闺孽 都觉得这是一言九鼎 但是呢 也有学者比较认真深入做研究 但反对民歌说的 一个是曲万里 台湾大学教授 还有一个是复旦大学一个老先生 叫朱东润 他们从不同角度来反对民歌 曲万里呢 他说从诗的韵角 还说明这个诗经啊 它是用的一种雅延 当时的官方的语言 就像我们现在用的官方正式的语言一样 就是那种 那还有从诗行的长度 诗的这个长短 然后再看词句的重复 还有这个不同部分的代词 虚词的使用 种种这方面 他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他说诗经是雅延写的 是贵族语言 当时标准的语言 不是民歌 包括国锋 那么 所以诗歌的 他是国锋也是 带有诗歌的典雅的本质的 另外一个朱东润 朱东润学是分析师的主题和内容 他也认为不是民歌 是贵族作品 西方汉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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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学者 比如说有个汉学家 叫Grenet 就是 Grenet呢 他是一个汉学家 他同时也是人类学家 因为他的老师既有人类学家 也有汉学家 他是Dirham的学生 他也是那个谁 那个Servan的学生 法国汉学皇帝 叫Servan Servan的学生 又是 又是那个Dirham的学生 所以他喜欢从那个出名的 宗教啊 什么这个角度 还节庆这个角度 来讲诗 分析诗经呢 也是 他比如说 他分析诗经里面 风诗的语言特征 比如诗句 那个Symmetry啊 就对称啊 还有词汇的重复啊 就是这个 还有这个诗行的并列 这些凡词 这些 他认为 这些诗都是农业节庆的时候 男女相对唱啊 的诗啊 而且他标出了 选出了几十首 六十多首诗啊 然后把它分析拆开来 比如说 《观观居究》在俄治州 他说这位男生唱啊 《摇摇书女君子好久》 或者是女生唱啊 他说 可好几十首诗啊 他都把它摘出来 都把它分析 男生唱 女生唱 男生唱 女生唱 然后再加上 他这个语言非常 非常优美 他这个文字啊 非常 所以对于 在西方的学界 影响很大的 那本书叫 翻译成英文叫 Festival and Songs in Ancient China 就古代的节庆 中国古代的节庆 和歌谣啊 后来还有一个学者 是一个诗人啊 就是杨牧 王兴建先生啊 他是这个 是在那个斯坦勞大学教书的 这个教授 那么他也 我就不惜说了 他也是认为 这个是国风部分 都是民歌 而且用研究 河马史诗啊 的方法 来引入 来谈这个问题 特别讲到了 他语言的一些 他叫 formulary languages 就是这些 固定的语言啊 固定的表达啊 就是说我们说 叫做 语言的套语啊 套语啊 套语的应用 说明了 他是民歌的性质啊 当然 这个呢 实际上还是 值得推敲的啊 这个还是值得推敲的啊 那么 问题是在 我们今天 所能看到的 古代的歌谣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啊 古代的歌谣 无一例外的啊 都源自春秋以后 就文献记载的啊 都是在春秋以后的文献 看到的啊 特别是战国到汉代的 子书 还有史书里面 看到的一些记录 古代最早的歌谣啊 我们现在都知道一些 比如说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些歌谣 比如说 在座的 有没有人知道 什么歌谣 早期的啊 歌谣 那我考考你吧 比如说有一个 从民国初期啊 1912年 民国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的国歌 知道吗 是什么 1912年 张太元当时建议的 当时曾经用了若干年 大概十年左右 可能应该不止十年 用了十几年 那个国歌 叫庆云之歌 庆云烂熙 囚漫漫熙 日月光滑 但复旦夕 这个庆云之歌 曾经是我们的国歌 而且是用了十几年 但是后来 后来这个国民党 小吉时他这个北伐之后 然后就实际上就被取而代之了 等于国民党党歌 变成了国歌了 就是三民主义 无党所踪 这个就把他取而代之了 但是这个庆云之歌 实际上这是很早的歌谣 但是早到什么程度 并没有像我们想的 像传说 它是顺那个时代 顺的歌 但实际上 我们 我们的资料实际上是汉代的 并不是顺那首 还有一些 比如说皇帝时代 有个谣传说 断竹絮竹 非土竹肉 这个也是汉代的文献 《五叶春秋》里记载的 那么谣的时候 鸡郎歌 大家都知道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早景而饮 耕田而时 地利于我何有灾 这个也是汉代的 汉靖之史 汉代王冲的论横 还有近代的 皇民的帝王世纪 康徐瑶 瑶时候的传说的 那也是 也不是 也不是那个 也是汉代的 所以 我认为 那个我们现在看的 所谓的歌谣啊 真正直接面对我们的 诗的文献 那实际上是 并不是 这个真正 就是 那么早的文献 不是那么早的文献 如果我们对 诗经中的 十三魔风 就去掉 中南少南 最前面两部分 那么 你做仔细的考察 你就会发现 所谓这个 大量的诗啊 它跟贵族的生活 密切相关 不是民歌 我就 比如说啊 诗经里面 北风 第一部分 我们说 除了周南 少南 然后第三部分 北风 北风里面诗 我举几首例子啊 比如说 柏州 这首诗啊 饭比柏州啊 亦饭其流 耿耿木昧 如有隐忧 唯我无酒 以敖以游啊 然后他后面又说 唯我无酒 以敖以游 后面又说 唯一滴滴啊 又说 孕于群小 然后日居越诸啊 蝴蝶而威 日居越诸 所有这些啊 实际上都跟贵族 生活密切相关 一个是 唯一滴滴 唯一滴滴是什么 是 贵族事务 为什么唯一滴滴 我们看到 他实际上 在礼记里面 仪礼里面 还有这个 甚至于经文里面 青铜器的名文 周代的这个 直接我们面对的文字资料 青铜器名文里面 还有战国诸间里面 他实际上是跟那个 祭祀的时候 礼 礼容啊 祭祀的时候 从事祭祀的这些 贵族 他的那个表情 他的行为举止 这个 驱退 进退 进退 那个驱降之节 跟这些有关系 是讲他的 多么庄严肃穆 这种 然后孕云寻小 这是师大夫的口吻 这都是师大夫的口吻 然后绿一 这首诗 说我思古人 笔无犹息 我思古人 他实际上 这个古人 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古人 他实际上是说古代仙君 是他的祖先的诸侯 就是他的诸侯国祖先 而绿衣黄礼 绿衣黄商 绿衣黄丝 还有诗兮兮兮兮兮 这个都可以仔细分析 他实际上是讲贵族的服饰 讲贵族的服装 还有燕燕这首诗 北风燕燕 说众诗认知 然后这个后面说 先君之诗 以序寡人 诗的作者 就至少他是以作者口吻 说到先君 又说寡人 他当然是 这是个君主 他至少模仿君主的口吻 在写这首诗 他说 然后先凌之四 以虚寡人 然后日月这首诗里面 日居月诸 得因无良 这是商周明文和文献里面 常用的一些语言 也是一种贵族的语言 国风中这些诗 一共有国风 诗经里面 国风一共有160多首 160多首里面 你仔细分析起来 里面讲到贵族 还有被称贵族 贵族称谓 比如说诗士 公侯 公孙公子 公祖 君子淑女 吉士 周瑜 周瑜是一个直观 就是山林直观 先君寡人 朱姬邦之源 大夫 淑江 淑江什么意思 就是江姓的贵族 诸多江姓的贵族 就是齐国 申国 吕国 这些江姓诸贵国 他们贵族叫朱江 淑江 或者叫 私职 这是官名 梁氏 这也是 然后齐之江 齐之江 就是齐国的江姓的贵族 都是这样 公子吧 就是这些公子 王孙 然后宋之子 宋之子 宋国的子姓的贵族 不是宋国的贵族 这都是显示这些诗 都是跟贵族人有关系 那其他还有具体的人物 包括这些 在史书上有记载的一些人 寻伯 我们说 就是三家分镜的智家 智伯 他那个家族 就是寻伯 寻 寻镜的 周公 有其妓女 邵伯 王姬 平王 齐侯 仲师任 孙子仲 然后是孟江 魏侯 东宫 清侯 唐宫 这都是 有名有姓的贵族 我们再看 还有 就是从贵族 他们住的地方 讲到的 诗里面讲到 什么王室 宗室 公公我姬 中构 上宫 楚宫 公所 还有诗中 不断提到一些贵族事务 像万武 跳的 这商代的贵族 大武 万武 西绝 赐绝 就是诸侯 君主 给这个 臣下 让他喝酒 赐绝 王室 知皇 知韬 射钩 等等 古色 从宫于寿 去打猎 跟着君主 去打猎 于田 就是说 打猎球 贵族去打猎 田猎 新师 就是新兵 打仗 美食四鬼 美食四鬼什么 按照周代的理智 天子可以用八鬼 八个鬼 然后诸侯是六鬼 大夫四鬼 美食四鬼 显然这是个大夫 在诸侯国里面一个大夫 然后知其鹿鱼 驾我圣马 驾我圣马 驾着四匹马的车 那肯定不是老百姓 不是一般的平民 然后胡秋一招 穿着胡秋 这是高级的皮衣服了 然后合格以述 骑验衣机 然后几笔工堂 烹酒思想 这都是一些贵族的生活 还有一些服饰车马 扑纵武器 这都不是平民所有的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很多 还有一些贵重礼器 中古情色 当然你也可以说 有的人可能 有同学可能就怀疑 说是 那我虽然平民 我可以模仿贵族的口吻 我可以用 虽然本身我不是贵族 但是我想往这种生活 我会用这种词语 当然不能排除这个可能 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有些词语 比如说 但是我想这是一个综合判断 比如说有一首诗 我们知道礼记里面 有一篇叫《滋衣》 滋衣本身 这个意思是 都带着礼服 就官服 等于官服 黑色的 但字面上意思是黑色的衣服 它字面意思是黑色的衣服 那有时候大部分的时候 在周代的文献里面 它是以官服的意思出现的 但偶尔也会有 做黑色的衣服 比如说羊珠 那个羊珠篇里面 它就讲到 以滋衣而往 素衣而反 滋衣而往 这个就说是黑色的衣服 你当然可以说 就说 但是滋衣这一夕 在《诗经》里面 《滋衣》这一篇呢 它讲到 后面它有讲 受此之管息 你跟上下文 一个综合判断 这是一个 你上下文 综合判断起来 你就知道这是一首贵族的诗 而不是这个 不是一个平民作品 我们再看 最有名的一首诗 就是《诗经》里面第一篇 《观观居酒》 《在河之舟》 《窈窕淑女君子好秋》 然后后面它说 秤思信菜 左右冒之 《窈窕淑女》 中古乐之 然后秤思信菜 然后《窈窕淑女》 情色有之 中古和情色 在周代 都是非常贵重的乐器 非常贵重的 不是老百姓能拥有的 我看到现在的住家 有一个学者 就是他就在解释 《金柱经》一样事情 《金柱经》一首 他就说 这是一首农村男青年 向农村女青年求爱的一首诗 哪个农村男青年 会抱着中古情色 向农村女青年求爱 这个肯定是 就是要不是这个 不是脑子冲着毛病 就是心怀意志 还有这首诗 《燕燕于飞》 大家也都知道这首诗 然后它里面 比如说最后一段 它说 众师认知其心塞冤 忠温且会殊胜其身 先君之思以序寡人 它显然是一首贵子的作品 当然这首诗 它的美 是后人都是击赏的 而且它影响很大 对后世传世影响非常大 比如说钱诸书先生 击赏这首诗 这首诗击赏 钱诸书先生 曾经在他这个管制片里面 就讲到这首诗 他说 瞻旺无极 助力以弃 按宋 许以 燕州诗化 许燕州诗化 论词二句云 真可以弃鬼神异 说这个宋别之祖 千古宋别之祖 这首诗诗 说 瞻子也 长短俱云 眼力不如人 远上西桥去 张子也是宋代的张仙 此人 然后东坡与自由诗云 苏东坡给弟弟苏自由 的诗说 灯高回首破拢阁 回见乌帽出覆没 皆远少奇 请说 这个都是在学 这个 这个燕燕于飞 此时期 知子于归 远送一夜 这首诗 燕燕这首诗 然后 张仙 于美人 一番秋色共云遥 眼力不知人远 上江桥 说这个也是 在远世奇 在学这个 这首千古宋别之祖 然后他又引 这个沙士比亚 剧中一句 西夫远行 极目颂之 注释滚世 虽眼中 经络蹦裂 无所惜 行人渐远 静小 趁若真意 微弱灭蒙 消失于空蒙 以回眸而戳其气 那是翻译的 翻译的也很典牙 翻译的原文 所谓 眼力不如人远之志 西洋诗人之笔透之辈 与吴国诗人之含豪渺然 一曲而同 龙眼 这个他分析的是 也就是 钱中充先生 有这个本事 他能把他 东西的东西 都援引来做一句 来做分析这首诗 当然这首诗 其实古人 也是不断地引用 作为经典 因为燕燕这首诗 他到底讲的是什么 这是个千古 一直在争论的话题 有的说 它是一个 送别 丈夫送别 妻子的作品 有的说 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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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种解释是说 庄将送归妾 那意思就是说 大夫人 送别 小妾 其他的 夫人就是说 这个 又讲富德 讲富德的 这个一个作品 所以在古人 在引这首诗的时候 往往是说 要么是讲 他是这个 送别 这个意思 比如说 这个 郑燕 那个 清洗机的词 说 郑燕燕 送归妾 有的时候我就说 是他这个 是什么 是讲儒夫人的意思 燕燕就是讲儒夫人 比如说 那个 张仙 就说我们 这个张仙 他 因为他82岁时候 娶了一个 18岁的女孩 做妾 然后那个谁 那个苏东坡讽刺他 不是 那个 那个苏东坡讽刺他 就是写了一首诗 就是说 诗人老去 燕燕在 公子归来 燕燕吗 就讲燕燕就是 孰夫人的意思 所以在古人 用这首诗的时候 是用他的不同意涵 那还有 就是肩胛苍苍 这首诗 也是 当然这首诗的诗指 古人也是 说法也有不同 有的说 我们现在一般都以为 这是好像是 坦丽艾 就是一个男生 他这个喜欢女生 让他想念他 然后他 就是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就是素悔从之 到处且长 素悠从之 晚在水中央 想找他 又无从找 不知道怎么找 没办法 这个 就是 达成愿望 就是仰慕 家人的意思 这当然 读起来很美 理解起来 这个也很好 但是古人的理解 还有其他选择 比如说 在古人的注释里面 大多数是认为 他是个求贤的事 君主求贤 那一人不是女人 不一定是女人 他是个贤人 有才能的人 有才能的人 君主就是 素悔从之 道足且长 素悠从之 晚在水中 听起来有点杀风情 有点焚情祖贺 那感觉 但是他古人 确实这么认为的 而且 大多数学者 是选择了求贤 这首诗的主旨 当然 这里面有很多 复杂的讨论 详细讨论 我们就 不细说了 比较有趣的时候 民国的时候 我们知道 民国有个大学者 叫胡适 胡适他有 四个学生 我们叫四大金刚 胡适先生的四大金刚 四大金刚 都是很厉害的人物 就是顾杰刚 那谁 傅斯年 还有那个叫 那个叫什么 山东大学的校长 叫杨 杨正 杨正生 杨正生 这四大弟子 都是很有学问的 胡适刚刚从美国 回来的时候 他们都不服他 觉得他太年轻了 因为他那么年轻 不到三十岁 那个谁 那个蔡元培 就拼他做北大的教授 就因为蔡元培 欣赏他一篇文章 就非常 就把他拼为北大教授 然后那几个 都是北大的 才子 都是非常有高材的 一开始都看不起他 但是后来 胡适呢 他沾了个光 就是他回来讲这个中国哲学史 讲中国哲学古代思想 那他的前面那个讲 中国哲学古代思想的老先生 叫陈焕章 那个老先生讲中国哲学 据当事人说 也可能有点夸张啊 说讲了一年还在讲姚世宇 就还没经过状况 讲了一年 但是呢 胡适一讲呢 他从国外留学回来 从科伦比亚大学回来 所以他博士论文写的 就是中国名学史 博士论文 那么他讲 他肯定比较新鲜 讲 所以一下子 他们就比较服了 一开始 傅思年那时候 他是学生的一个领袖 然后还有人跟傅思年说 说这个胡适 这个这么年轻啊 胡来 怎么到我们这来 来教书啊 我们把他轰走 怎么样 然后傅思年说 我们再听听看看 观察一下 结果没想到 一下子把他们折服了 虽然年轻 但是他们觉得他有学问 给他们带来一股清风 后来 杨振生是做山东大学的校长 当时在青岛 他在做山东大学校长 他邀请胡适 从上海坐船过来 来到山东大学访问 演讲 然后胡适坐船 结果到了 在海上搁浅 上不到岸 船是靠不了岸 然后那个谁 那个 胡适就给那个杨振生 发了一个电报 电报里面就五个字 管在水中央 就有个尸精灭 然后杨振生 也很富雅 过去的文人 这个学者都很富雅 今天我们还讨论说是 这个经典到底有什么用 经典是一种素养 一种修养 杨振生给这个胡适回电报 说什么呢 也是两句话 吟吟一水见 默默不得雨 非常有韵味的 好 我们再看 我是讲的 梁教授 我讲到几点 可以讲到 那我不好意思 OK 好 那到底诗是 不是 如果不是民歌 主要部分不是民歌 到底哪来的呢 实际上 我认为 周代这个 古 这个直观的人 是 诗的编辑 古当然字面意思就是 盲人 眼睛不好 眼睛不好 对声音特别敏感 但是周代呢 它是一种直观 也不一定都是盲人 不一定都是盲人 很多它就是 乐观 就是乐观 一种乐观 周代的乐观 当然最高的 有大四月 然后每个国家 都有乐政 每个诸侯国 都有乐政 它下面都有谷 谷是一种乐观 实际上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 现在的诗经 就是 当然是经过 汉代的编辑了 汉代很多学者 都经过 把它编辑过 然后成为我们 现在看到的 这个诗经的样子 但是除了诗经以外 两周十七 那个直接的文字 还有一些 直接的文字资料 一个是战国主检 有很多文字资料 还有一个比战国主检 更早 还有两周的经文 就是青铜器上名文 也有很多文字资料 那里面呢 实际上也有很多诗 也有很多诗 下面我们就看了 那么里面的诗 这些我都略去 不讲 那么周代呢 实际上它有这个雅阅 雅阅里面呢 就是说他们用的一些 这个里面 也有一些诗经的 这个文字 比如说诗经里面 它实际上跟贵族生活 有非常密切关系 比如说雅阅里面 它有很多这个 透露出很多消息 就是贵族生活 有一首诗 比如说诗经商宋挪 挪里面呢 就是实际上 它是讲诗的 这个礼乐的乐词 词语 表演词语 比如说我给大家读一下 这个叫 恶语挪语 至我逃古 奏古 尖尖看我列走 这是说什么呢 这是讲那个音乐 就周代礼乐里面 用鼓啊 中鼓啊 来起节奏 就先 礼乐表演的时候 先敲节奏 敲下以后 然后 汤孙奏阁 这是阁 遂我私承 陶 对不起啊 这个这是应该一个字 因为原来电脑没这个字 我只能把它两个字 给它打出来 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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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格子旁一个照 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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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感觉啊 然后我有夹克 我有嘉宾啊 一不一意 就说也非常高兴啊 非常平和 非常愉悦啊 下面说自古在西 先明有作 温宫朝夕 直视有雀啊 然后是就说 从古啊 我的先明啊 就做了这些 这个音乐啊 礼乐这些啊 那温宫朝夕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朝夕从事 祭司之礼啊 直视有雀 就是不敢怠慢啊 然后下面说 故于正常 汤孙之枪 这意思就是说 我的祖先啊 会看到我做的 这些祭司的这个活动 正常就是祭司了 我们知道四十纪啊 就春月秋辞 冬征夏长 就是这个四十的一种祭典 但是他这一般 在这儿呢 是范子 就是祭司 然后汤孙之枪 就是汤孙 我是汤的子孙 汤汤的子孙 所以这是商代的一首 李乐 雅乐的乐歌 它实际上就告诉 你这些 实际上这首诗 透露的一个消息呢 就是 这个商人 这个贵族的这个李乐 它是有个音乐的次曲 就是乐器啊 什么样的乐器 每一段怎么表演 那么三礼中啊 就是周代的李书里面 也记载了雅乐的次曲 跟这个实际上 基本上是能配合起来的 能看到 三礼中所见的周代雅乐呢 是以中鼓奏 九下起节奏 九下就是 用打击乐器啊 中和鼓敲的一个乐器 然后声歌 开始有人唱歌啊 从堂上走过来 然后开始唱歌 叫声歌啊 然后和乐啊 然后大下大五啊 那么中鼓 最后奏这个九下 再结束 最后靠打击乐 再结束 经奏啊 结束 那诗经里面还有一首诗 叫周宋刘鼓 刘鼓就是 鼓就是乐观了 是吧 刘鼓里面 他也提到一些乐器啊 就是周人的用的乐器 在李乐里面 比如说他讲到 阴天玄鼓 陶庆祝雨 阴天玄鼓都 阴天都是古代的一种鼓啊 玄鼓 玄鼓也是一种鼓啊 然后下面呢 陶 庆啊 这是 也是古代的一种乐器 陶也是一种鼓 大鼓啊 庆呢 是这个我们知道 就是石 石头那种玉石做的啊 打击乐器 庆 ибо 鲁 顺眼是一种 柿乐器 鼓その中古代中 里面一种乐器 我说啊 今天我讲到那个文艺多 文艺多他有很多发明 在诗语研究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发明 就是讲助语这个词 这个词 诗经里面有一篇叫《周瑜》 刚才我也提到的《周瑜》 《周瑜》我说山林之关 《周瑜》山林之关 就是上山打老虎的这种 山林之关 上山打老虎的 那《周瑜》到底什么意思呢 按照文艺多解释 就是老虎的意思 虎啊 老虎的虎字 那么那个 在一个别称 在楚国人呢叫什么 叫乌图 鲁迅的诗里面 知否兴风长啸者 回眸识看小乌图 小乌图就是小老虎 乌是什么 就是鱼字 那个反鱼啊 鱼字 图呢就是草子头底 那个兔子 那个兔兔子的图 乌图 乌图是老虎的意思 为什么乌图是老虎 因为它是合音 是虎字的合音 你现在说乌图 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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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虎了 对吧 然后那个 周瑜也是 周瑜山林之关 为什么山林之关叫周瑜呢 因为老虎 因为乌图 这个语音 那助语是什么 为什么上面有个老虎呢 乐器 因为乌图 因为助语和音 就是跟乌图差不多 就是跟老虎 这个虎字一样的 所以文艺朵的发明 确实是很有启发性 在语言学上 在语音学上 古音学上 都有相当道理 都是相当道理 所以这是助语 还有 既背乃奏 销馆悲剧 然后看管乐 起来了 惶惶绝胜 肃拥和鸣 这就是和乐 然后后面他说 先祖是听 那么也是讲最后 所以商周的礼乐 实际上有很多相似性 当然说这里面 我还有很多 很具体的分析 在这就不细说了 就是商人的雅乐 和周人的雅乐 它有承袭的一种关系 周人学习商人的 这个音乐无话 这种关系 那周人的雅 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到底是哪来呢 实际上 我们说起周人的雅乐的时候 有时候他说他这个雅乐 是这个上古的礼乐 是上古礼乐 有时候是说周人用的 比如大吴大夏 这种礼乐 那也有时候说 也有人说诗经里面 三百篇都属于雅乐 所以到底雅乐什么概念 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说法呢 那我的分析 就是说实际上在不同时代 雅乐的概念在发生变化 雅乐的概念在发生变化 因为周人在灭商的时候 灭了商朝以后 他学习商人的文化 学习商人英文化以后 然后他又不能说是商朝人的 因为他是等于 周人是相对落后的 在文化上相对落后的民族 征服了商朝人的以后呢 那他学了商朝人文化呢 他又不能承认自己 是文化上落后的 所以他标榜自己的先进性 一个是要标榜自己的正统 另外要标榜自己的先进性 所以他学了商人文化以后 又假意改造 然后就号称是自己的 这才有了商人 这个周人的这个雅的文化 所以他的雅的概念 实际上最初 是说他自己创制的 那周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 他说雅的时候 他说自己学的不是上朝人 学的什么人呢 他说是学的下朝 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是正统 那么下朝被我 比如周人他灭了商朝 按说他是商朝的子民啊 周人 那灭商朝是不合法的 那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那他说我是下朝的子民 你商朝人把下朝灭了 所以我把你灭了 那我是正统 我是应该的 所以总体来说是这样 所以周人经常说自己是下朝的 自己下朝的后代 或者说自己是我所创制的 比如说西我文王 我说他自己的文王 周人的文王就是相谷鲜明有下 说我是下朝子民 然后又说自己 先王是后继 我的先王是后继的 那个陈明 又说自己是这个 创造的 文王创造的这个地方 叫做下 大下 有下 是须下 或者这个须域的须 欧下 实际上你在读欧下 是文王创造了欧下 就是我这个下朝 那实际上 那个周人所说的下 就是他的雅文化 就是他的雅 那么他是一种 自身正统性的证明 所以他自己的音乐 礼乐也叫雅乐 语言叫雅言 他用的乐器 比如叫雅琴 雅声 雅颂雅音 这都是周人标榜 自己的正统性的 用雅乐 当然了 但是雅乐在不断变化 一开始周人说雅的时候 他指的是 周人他直接统治的宗州地区 就是宗州地区 就是西州的时候 是在陕西 那边 以陕西为中心 陕西周园 内在为中心 那时候呢 但是中原那些国家呢 中原这些诸侯国呢 很多都是 就是说 虽然也是周人统治的 但是他是很多 实际上也分封了 殷商的一些移民贵族 很多 比如郑国 卫国 晋国 宋国 大量的殷商移民贵族 也在那边 所以一开始 西州时候说雅 他说夏 他指的是宗州 陕西那边 那边 那么到了 平王东迁 就是周幽王时期 幽王举峰之后 然后西州灭亡了 被那个 被曾 宗还有戎 这些给灭了 灭了以后呢 平王东迁 东迁以后 又在洛阳为中心 立国 东周迁到洛阳 那么雅的概念 和夏的概念 实际上也东迁了 那么中原这些文化 就开始 也被称之为夏 雅 大家知道我意思了 所以雅月又发生了一次变化 又发生了一次变化 那这时候 那我的观点 可能很多人 不太能源于接受 所以我们说 华夏 中夏 打夏 这些概念 讲中国的 这个早期的这些概念 实际上真正形成 我觉得是在 平王东迁之后 至于中国这概念 都有可能 是推敲的 这个不惜说了 说起来会是 很多问题 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那这是雅月的 第二次变化 我们第一次变化 武王灭伤 灭伤之后 开始出现雅月 雅月第二次变化 就是平王农迁 农迁之后 那雅月 我们说雅月就变成了 包括中原 诸夏 这些中华 华夏 这些诸侯国 以河南为中心 山西南部 河南北部 还有这一代 中原这些 诸侯国的音乐 也变成雅月 它更包容了 再后来 就是春秋 晚期 那实际上 传统雅月 已经是 就是说 被冲击的力 主要冲击来自哪里呢 一个是民间的音乐 还一个是 这个四夷之乐 四夷就 少数民族啊 外族的音乐 比如孔子 在辅助这个 鲁国君主 跟那个 会盟的时候 甲骨之会 甲骨之盟啊 盟会的时候 然后孔子就说 看那个 《极忧诸如》 柔杂子女 就说一些那个 一些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 看着演出 孔子就 就 驱逐 贺骂这些 说是这些 这个 四夷 两军好合 两军为和好 这种会合 在甲骨之盟 在甲骨之会合 会盟 用这个 少数民族 就是这些外族的 外族的这些音乐舞蹈 在这表演 很不合理智 他就 说了一通 那么这个 这个呢 就是 说明这个外族的 少数周边的 民族的音乐 对中原的音乐 也是影响很大 当然 文献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证据 包括《荀子》里面 还有《楚词》里面 都讲到各国的 这个舞蹈 这里面都揉杂了 外族的一些内容 所以一个是民间的音乐 民间的音乐 很多都开始出现 出现也冲击了雅乐 但民间的音乐 和外族的这些音乐 近来影响到这些 这个雅乐 从音乐的角度来讲 从音乐发生角度来讲 实际上是好事 音乐变得更丰富 更多样 更生动 更生动 为大家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孔子的学生子夏 这个是很有学问的人 孔子学生里面 最有学问的 魏文侯 他后来在孔子死了以后 到魏国 做魏文侯的老师 魏文侯问一子夏 曰 无端免而听古乐 则唯恐我 我听到那些雅乐 我老戴 穿戴整齐 然后听着雅乐 古乐 就老想睡觉 是 很单调 雅乐都是四音 都米索拉 但来来去去 就那几个音 就是很慢 实际上后来 后代的雅乐 也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听到 那个承德理工音乐 清代的工程音乐 也是 很单调 然后这个 包括我们的 那个什么 国歌 这个 国民党 那个三民主义 无党所踪 那也很难调 这都是雅乐 那雅乐是很难调 都唯恐我 然后听正位之音 则不知倦 但是我听到这些民间的 就是这个 现在流行的 这些正位之音 不知倦 敢问 古乐之如笔何也 新乐之如此 何也 为什么古乐 这么boring 这么单调 而新乐 又这么好听呢 紫夏说 今复古乐 静旅退旅 何正宜广 玄袍生皇 会首复古 然后始奏已闻 复乱已武 智乱已将 循迹已雅 这个我们不说他了 他就是 他因为紫夏是很正常的 君子一世 以一世捣古 修身即家 平均天下 古乐之法也 他说 今复新乐 静府退府 甘生已烂 逆而不止 极忧诸如 柔杂子女 你看 他所谓今乐 就是掺杂了 民间的一些音乐 还有外族的一些音乐 不知父子 然后 乐中不可以语 不可以捣舞 此新乐之法也 然后他下面就讽刺 这个 维尔狗说 今君子所问者 乐言 所好者 音乐 就是你还没入门呢 你喜欢的 只是声音而已 不是音乐 不乐者 与音相近而不同 他是 损那个 维尔狗 但从另外角度看 实际上 这个音乐 当时 就是雅乐的 第三次变化 我说 他实际上是 更包容了 因为他受到 其他的 民间的音乐 和这个 各种外族音乐的冲击 好 那我们再看看吧 那么 民间的音乐里面 又有什么内容呢 民间音乐 就是所谓心声 在春秋时期 讲的 大家就讲心声 心声呢 不是雅乐 比如说 李济乐器里面 说 政因 后难 寅治 宋因 焉女 逆治 未因 驱促 凡治 就各国都有 这种民间音乐 其因 敖辟 乔治 此四者 皆因 余生 而害 以德 是以祭祀不用 祭祀都不会用这些 这些都是 民间的音乐 那这个民间音乐 到底什么内容呢 你看一个故事 就知道它 实际上 民间音乐 也不只是 民间音乐 它有它的复杂性 当然 比如说 韩非子里面 他讲的故事 就魏林宫 要到晋国去 到了浦水之上 到了浦水上 睡车而放马 开始停下来 车来 结果呢 瑟瑟以宿 就准备在那儿 住下来 在浦水边上 夜芬 而闻新生者 而悦之 到半夜的时候 听到一些新的音乐 没听过的音乐 就很高兴 然后使人问左右 让别人问左右 敬报福文 但其他人都说 没听到 乃朝师娟而告之 就告诉他的乐观 叫师娟 说 有古新生者 使人问左右 敬报福文 其壮似鬼神 此为我听而且之 说他那个声音 就是很怪 就是很像鬼神一样 说 大家别人都没听到 我听到了 说你能不能帮我听一听 然后把它记下来 就跟着世娟说 世娟是很高明的乐观 水平很高的乐观 诺 他说 然后因静坐 抚琴而且之 所以古人这个所谓血 就是模仿 你听到音乐以后 然后用琴 用琴声来模仿 模仿这声音 那写之 然后 诗卷明日报约 称德意而未喜也 请父母一秀 习之 说我已经 大概得到这个音乐 知道怎么弹了 但是还不熟 能不能再多住一晚 然后又多住一晚 然后他就开始 又多住了一晚 就开始学了 学好了 学熟了 然后到静国去了 到了静平宫那里 然后 上至于诗一之台 酒寒 喝酒的时候 魏林宫就起来 说 有心声 怨情已逝 说我现在 有新的音乐 想跟你分享一下 然后静平宫说 好啊 然后就 这首 魏林宫就让诗卷 坐在诗矿 诗矿是 静国非常有名的音乐家 了不起的音乐家 然后就让诗卷来演奏 结果诗卷 原情古之 还没演奏完 诗矿就 制止他 说这是亡国之音 不能把它弹完 不可遂言 就不要弹完 平宫曰 死到夕出 为什么这么说 诗矿说 诗言之所作 诗什么诗什么 就是不在乐观 就春秋时期 乐观的叫诗什么诗什么 诗言之所作 诗言什么 商咒王时时候的乐观 商咒王 说 与咒为谜谜之乐也 我们老说谜谜之音 谜谜之音的词 从哪来 就从这来的 那时候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记得 在大陆听到邓丽君的音乐 我们都觉得特别好听 但是正统的人都说 它是谜谜之音 这个谜谜之音 就是从这来的 从这个文献来的 然后 集五王伐咒 诗言东走 五王伐咒的时候 诗言跑 跑到谱水自杀 然后 所以听到这个音乐 肯定是在谱水之杀 先闻此生者 先听到这个音乐的 这国家就肯定吧 就开始弱了 你不能谈完 敬平宫说 我所号的就是音乐而已 你不要搞得那么复杂 说得那么威严所听 还是给我谈完 子漆是碎纸 诗捐 就谈完了 然后平宫问诗框 曰 此所谓何声言 然后那个 诗框说 此所谓清商言 清商 古代一种乐调 古代一种乐调 这故事啊 你把那个传说的成分 给抛掉 抛开 你会发现 实际上所谓的新生 就是民间出现的音乐 有很多是 古代遗留在民间 就是殷商 遗留在民间 实际上武王灭乡的时候 周仁在灭乡的时候 周仁灭乡的人 是一种落后民族 对先进民族的征服 在文化上 他军事上他征服了 商人 商朝人 文化上 他是被征服 就是军事征服 伴随的文化上被征服 因为他征服 军事上征服了商人以后 他文化上 他要学习商人 那学了商人 他要号称自己的 等于抢来了 不说商朝人 但是呢 所以周代的理智 不可否认 他有相当的程度 就周初 治理作业 理智啊什么 有很多他是 限制的 比如限制商人的 比如很明显 就我们知道 大鱼鼎里面 讲到周仁 告诫自己 不能像商朝人那样饮酒 喝酒勿事 亡国 所以 在青铜器里面 周仁的青铜器里面 酒器就少了很多 一下子 就酒器 就少了很多 然后呢 那个周仁 又 又限制 实际上在音乐上 也对这个商人 商朝这些移民啊 有所限制 有所限制 比如说商人的 比较有名的 音乐舞蹈 万武 桑林 桑林之舞 这些 实际上都 都是在春秋时期 礼崩乐坏 开始才沉扎泛起 那之前他都是不允许 都是被禁制 好 我们再看看 从经文和诗经里面 周宋 我们来比对比来看 实际上 诗歌 跟祭祀 早期的诗歌 跟祭祀有个很大的关系 就是我现在说的是 直接面对着文字资料 因为民歌 刚才我说了 民歌实际上 我们没有看到 周朝以前的民歌 我们没看到 没有这些文字资料 我们看到的 都是周代的这些 我们直接的文字资料 就是经文 经文是贵族的那些祭祀 跟他的活动 祭祀啊 什么这些 赏赐民文啊 这些有关系 那实际上 从青龙契民文来看 诗经和经文一样 当时都用了很多 一些入运的 一些成语 有一种 就是像四言诗的这种倾向 而且在西州中期 就公王时期 就公元前 九百多年 那时候开始 诗 就是经文啊 开始越来越运文化 向运文化 倾向发展 也就是我们所谓 早期的四言诗 我们看到的 现在看到的 最早的四言诗 公王时期 以前西州的 同期明文 往往长短不一 没有明显的 格式的变化 没有特别明显的 格式变化 可是 这个 在公王时期 我们看到文力 就 趋向于北居四言 就是周代的 王啊 公王在这里 公王时期 比如说 这个青冬器 叫立方宜 这是公王时期的 现在在国家博物馆 立方宜的名文 记载的是周牧王时期 就比公王前面一望 侧命 那个 还有这个 英六师 这个成州八师 和英六师 跟这个 跟这个 军事方面 内容有关系 这是立方宜的 这个名文 里面立方宜 有一段 我给大家念一下 叫立拜击手 敢对阳王修 用作正文祖 义公保尊仪 立曰天子 这显示不出来 这字 对不起 这个天子 皮侠 皮侠 就是那个 甲介的甲 甲真甲的甲 去掉人子王 皮侠 或者说 然后 不期万年 在这 不知道跑到这 然后 然后不期万年 然后保我万邦 你要仔细分析起来 这一段 实际上是牙育 而且他用的语言 跟那个 诗经里面 一些 亚颂里面的一些语言 是很多相似的 比如说 大亚江汉里面说 虎败击手 对阳王修 做少工考 天子万寿 然后明明天子 另闻不已 实际上跟那个立方一样 这个语言 是很相似的 都是一种祭祀里面的 一些礼词 都是比较 比较那什么 常用的一些礼词 比如万寿无期 诗经 小雅里面 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伯锋里面有 比如说万寿无疆 万寿无期 狭不眉寿 狭不黄狗 这些词 都是如期词里词 这一方一 实际上 宋代的学者 就注意到 他跟那个诗经 很相似的这些语言 为什么相似 因为他们都是 共同来源 都是贵族在 他的典礼里面 祭祀里用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最常用的一个 比较常用的一个词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这个词 是 现在很长 大家都知道 但是在若干年前 就60年代 70年代的时候 只能面对一个人说 只能说 伟大灵修 毛主席 万寿无奖 万寿无奖 然后第二号人物 是林副主席 林彪 那叫 敬爱的林副主席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知道 年轻人都不知道 这叫 敬爱的林副主席 永远健康 永远健康 到了贵州省 贵州省 最高领导 叫各委会主任 叫李赛涵 他让贵州人民怎么好呢 敬爱的李主任 比较健康 比较健康 所以 万寿无疆这个词 但是你要细推 它的渊源 胜骨 西州中西就有这个词 而且不光有万寿无疆 有万寿无疾 万年无疆 狭不没寿 狭不慌狗 什么 这些都是从那手出现的 那在之前呢 在之前 西州早期呢 它有没有万寿 不叫万寿无疆 或者叫无疆 或者叫没寿 也有万寿 也有无疆 但是就没有万寿无疆 真正出现万寿无疆 这个词就在西州中期 比如说 西州中期四言 这种表达方式 Tetra-Celabic 四言的表达式 还有像这种成语 还有这种 开始大量出现 比如说 史强盘 这实际上也是 一篇长篇的诗一样 它是押韵的 我就不细说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还有西州中期的一些 青龙气冰文 都是押韵的 OK 这跟那个州人的祭祀礼仪 跟他的祭祀活动 因为国之大事 为四与荣 这是州人说 天下最大的事情 一个是祭祀 一个是打仗 打仗 战争和祭祀 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祭祀免礼辞 就是 我们说 也可能是 比较早的四言诗 我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我们剩下时间 可以讨论 神教授精彩的演讲 大概因为 他看到时间的关系 后面就赶紧先收 但是收了也可以放的 就是等待大家 问那个精彩的提问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他下面 再多这个20分钟的时间 好不好 现在请各位 排长以后 就提一些精彩的问题出来 在线上面的朋友 也都可以把你的问题 写出来 传过来这边 我们有技术人员可以 我们年纪大的 可能就不能够 对这个线上的问题 掌握得很好 但是大家提过来就可以了 欢迎大家提问 谢谢 我只看中间有一只手了 先请大家把名字报上来 然后就把问题简单一点 清楚一点 那陈教授可以在这边回答 谢谢 没有一个麦克风给他 在那边 那个写出来的 可以问一下 没有 真的没有那个麦克风 没有那个话筒 所以现在现场的就 因为这个规矩了 就写 把你的问题写下来 这个字条里面 就送到陈教授里面 让他来解答 谢谢 我看到有线上有人问 说小学生怎么学习诗经 那你就先回答线上的问题吧 我这边没有 小学生学诗经呢 怎么说呢 其实古人呢 也从很小开始学诗 我看那个清人写的这个 也说自己写的回忆录 回忆自己小时候 也有写这个 比如说像王先谦 还有自定言谱 自己给自己 魁元自定言谱 想自己小时候读书 还有一些学者 清代李福孙 他们都回忆自己 也是最早读的 最早读的书 背的经典 实际上也挑了一些容易的 那容易的是什么呢 往往是上口的 就是诗经 他们最早读的也是诗经 比如说那什么像义经啊 上书啊 这些非常难的 他其实小时候也不读 他们往往都知道 十四五岁的时候才开始读 那小时候读书呢 还是读一些上口的 押韵呢 都读起来好听的 就是诗经啊 还有唐诗诵词啊 什么也是这样的 也是 所以背诵 朗诵很多 就是如果说你说 小学生怎么学习诗经 还是那种背诵 比较多 读书之中 当然实际上诗经里面 有很多诗呢 也跟历史背景 有很大关系 里面又有历史故事 有很多跟历史故事 结合起来 你要给小孩子学的话 他会容易记住 比较多 当然现在就小学生学的 大概三字的诗 多一点 这个四字的诗 诗经是诗字句的 就要深奥一点 要成教授这样 今年才比较容易了解 我们这边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诗经有一些 欺负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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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写地下城的社会 会否有 就民间收集的那个部分 我另外一个也先给你 就问一下了 孔子为什么要删掉 拆短了一些诗经 诗经对我们现在 做事有什么意义 先回答这两个问题 先说欺负师 诗经里面有很多欺负师 比较有名的 比如说像盲 盲之痴痴 抱不冒思 匪来冒思 来计我谋 这个盲之痴痴 抱不冒思 这首诗 可以说是一首欺负师 但是这首诗 怎么说呢 它到底是不是民歌呢 这就很难说了 欺负当然也可以是贵族 贵族也有欺负 同样我们因为看到很多 比如说诗里面有很多爱情诗 诗经里面 特别正风魏风里面 那个朱熹曾经标出来 正风魏风里面很多诗 他说此迎奔之事也 就是是迎奔 是跟爱情有关系 但是爱情诗并不表示 它就是民间的诗 就是民歌 因为贵族一样也要谈恋爱 恋爱是人性 这个更古无变 这个必修的课程 所以所有 这不能证明它是民歌 但实际上 实际上你要仔细看 国风里面的 这种爱情诗 包括欺负诗 很多贵族的生活 是颤杂其中的 我没办法一一说了 这个只能是笼统地那么回答 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孔子为什么要删诗 孔子删诗说呢 这个也是个很大的 就是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 因为主要是由于司马迁 在孔子诗家里面 他说 西者诗三千余篇 说过去诗 有三千余篇 至于孔子去其重 到了孔子的时候 他把它 那些重复的删掉 然后把那些和鱼绿绿的 把那些 然后就把它 就选了三百多篇 就变成诗 但这话到底可信不可信 这话是非常不可信 为什么不可信 因为孔子在 他在自己跟自己学生说的时候 诗三百一言以弊之 曰斯无邪 或者叫斯无虞 十三百一言以弊之 曰斯无虞 他这么说呢 实际上给后人的一个分析 就是搞古典语言学的学者 就分析 实际上在孔子那里 那三百已经成了一个 像课本一样的东西 已经贵族自己学 因为我们说太师 与粤语交国子 周理里面说 又讲太师 讲什么 一约 封 一约父 一约笔 一约笔 一约心 一约雅 一约诵 封父笔 心雅 诵 实际上六语交国子 实际上就包含了 诗经的内容 也就是说在孔子之前 诗经已经有了三百篇的 这么一个像课本一样东西 所以孔子 山师说 实际上是很值得怀疑的 到底它删了多少 它有没有删 那近年出图 有一个上海博物馆 竹简里面 有孔子的那个诗论 实际上那里面呢 就是对于诗里面 有些诗 有部分保留下来 就是孔子对那些诗 做一些评论 那个呢 当然那个是战国时期的 我们说这个 现在可以断定的时间 大概是公元前四世纪 那个上波剪的年代 大概公元前四世纪 那就是战国时期的 战国时期呢 那个孔子诗论 到底是不是孔子本人的话 做给诗经做评论 就保说 当然也是一个新的文献吧 就是可以参考 就是说 孔子他教授诗诗经 这是没问题的 至于他到底是不是 把三千多篇诗 删成了三百篇 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陈教授 线上面还有两个问题 先回答他们吧 这个说 你好 我听过一些诗经的讲座 不是第一次听的 有人 拿西方文化 现代的俗见 来讲解的 而陈教授讲的 比较有传统味道 你觉得诗经学 这个学诗经啊 如何站在传统文化 去其教育的角度来做了 他是说你那个 不常拿这个西方文化 有人常常拿 拿西方的文化来 看这个诗经 下面一条了 就刚刚这样说 针对这个话题的 你对诗经的多种音译版 的版本有什么评价 你对这个诗经音译 有什么建议 这两个 所以我就一并呢 就提给陈教授来回答了 谢谢 梁院长 那个我先挑容易回答的回答 诗经音译本 有什么评价 音译本我们现在 比较全文翻译的 有那么几种 就是全文的音译 一个是比较早的 就是一八六几年的时候 实际上最早在香港出版的 就是James Legg 就是李雅各 翻译的诗经 叫classic poetry classic poetry 那个音译呢 就是说它是有详细的注 而它这个注呢 是引用了很多 这个传统的诸书 特别是 就是政权啊 孔英达啊 还有朱熹啊 汉堂以下 特别到宋代朱熹的那些诸书 它都参照了 所以那个学术性很强 到现在研究诗经 大家还在很多的 用Game Select 李雅各的诗经翻译 最早的版本是一八六一年 在香港出版的 它是个传教士 但是它翻译这些诗经的时候 也有很多中国学者帮着它 比如王涛 比如王涛 梁教授说 这个 一个 还有一个 英国有个学者叫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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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下想不起名字 金文代 金文代 金文代是 那个新加坡的那个 对 它那个名字叫金文代 然后它那个 小龙种族啊 它翻译的那个诗经呢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不是完全忠实于原著 就是它有时候它会 它会偏离一些 有些诗的意思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说 Ether Pound 就是大诗人 非常有名的诗人 那个一般那个学者认为 就是翻译家认为 他翻译的诗经 就等于他的创作 好像在创作 他比较自由 就比较那个 创 有创意的翻译吧 然后还有就是 Azer Valley Azer Valley 是一般老百姓 大众 最喜欢的 觉得英文 英文水平最高 就是说那个翻译的最漂亮 Azer Valley 然后还有一个呢 叫做那个什么 Cogren Bernhard Cogren 那是语言学家 语言学大家 那它是翻译诗经呢 它是叫Book of Oath 它这个 另外除了翻译诗经以外 它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这个 这个 一本 Gaussis of Oath 就是把诗经的注释 详细的注释 这个 给出来 那这个 这个学术性比较强 而语言学 比较重视语言学 这是瑞典的汉学家 非常有名的 那么 我一些翻译家 不太喜欢它的 觉得它这个翻译的 那个英文 不是太流畅吧 可能是 当然还有一些 我们 AZ有很多翻译家 翻译的 一些诗经 我就不一一列曲 总来说 一般学者喜欢用的 就是James-like的 到现在为止 还是James-like的 就是雅各的 而那个 一般的大众 喜欢读的 喜欢用的 是Other Valley的 简单地说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 说我那个 比较传统 其实我觉得 我的诗经研究 一点也不传统 如果完全传统的话 就是完全是 从那个文字 或者是 训试上 那个传统的著书 这种来做 那我是跳出来的 我是从用古文字 还有考古的一些资料来做 这个音乐史的一些资料来做 所以我不认为我很传统 有的说听众 有一种误解的 不一定就是他问的问题 就因为明白了 所有的东西才问的 好 现在时间差不多 我们留一个问题给郑教授 那好 郑晓柔 那好 郑晓柔 有话中还没有 喂 有话中还没有 喂 有话中还没有 好 谢谢 之前已经十几二十年交情 听过这个陈教授 无数次的演讲 非常精彩 学到很多 那因为我们这个古典经情之前 这个也有陈伟顺教授 这个讲过处词 所以我倒想 这个就是因为诗经跟处词 在中国文学史上 是很多时候会相提并论 因为都是先情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经典 那过去的研究文学史的人 也常常提到这两个书 之间的关系 那能不能请这个您 很扼要的提一下 从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可以把这两个书 这个联系起来做一个比较 谢谢 谢谢郑教授 这个问题确实是 非常难以完美的回答的 一个问题 因为诗经和处词 实际上 它的关系 我们现在实际上没有 理清它的关系 因为主要是资料不足 但是从出土的文献来看 到最新给我们一些线索 什么线索呢 比如说我们出土文献 大多数是发现的地方都在处地 安徽 湖北 湖南 大多数是在处地的 当然处地发现文献 不一定就表明它是处地的 但是那个里面 实际上还有诗经类的这种文字 那种篇章 比如说有些还跟现在传世 实际有密切关系 比如说清华简 清华大学逐渐里面 比如说周公之秦武 还有这一篇 还有另外什么 那叫静之 就讲到 周公之秦武里面讲的静之这首诗 实际上引用静之这首诗 还有那个企业那篇 就讲到唐风蟋蟀 有没有唐风蟋蟀这首诗 所以都跟那个诗经有很大关系 那与此同时 同时代的同类型的出土文献 就是说像上海博物馆竹节里面 也有一些类似这个 楚词一样的文献 也有很多 比如说有黄江起 比如李宋 还有这个什么 当然还有一些 所以我就想 我不知道这个是 可能是不同类型的两种文体 也可能是 但是它这个 以前我们都认为 驱宋 驱缘和宋玉 是处词的大家 而且是驱缘那里 开始有的处词 但实际上从这个出土文献来看 早在这个驱缘之前 已经有的处词 这种文体 就比如说 上海解 上波解案里面的黄江起 它实际上时代上 可能比驱缘还早 还有那个 清华简 也是 它在公元前三百多年 驱缘的生活时代 就在三百年左右 也是 反正说 看起来 是不一定 驱缘是 那个时代的唯一作者 或者第一作者 反正在之前 肯定是有了 这种问题 所以它跟诗 到底 诗言诗到底什么关系 这个很难扯清楚 因为还没有足够资料 可能还会有 新的资料在出现 那时候我们才可以 更清楚地分析 它们两个之间的文体 这种不同文体之间的关系 那那个 初读文献里面 像处词类文献 还有一些 除了有王江起 李宋文之些以外 我一下想起 还有一些 包括清华简里面 有一些类似处词的文献 还有很多语文 就也很难说清楚 比如 清华简里面 清华简里面 那些还有很多语文 包括北大简里面 有很多语文 就我们都很难说清楚 它的文体 比如说清华简里面 那个 阴高宗问三寿 那个也是 汤在笛门 它都是语文 这个语文到底是 它也不属于诗 也不属于 语词 有点像老子那样 所以可见当时文体 还是挺复杂 除了这个诗 诗言诗 除此以外 还有像老子的语文 那样 荀子成像篇 那样的语文 OK 谢谢程教授 很可能就是 郑教授又再 明年再来 多把这些 遗留下来的问题 再慢慢地澄清了 今天我们听到 陈教授非常精彩的演讲 我觉得这个学术 含量很高的 大家当然就要 看到很多的影文 看到其他的 才会明白 他的那个学术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